三方面在昨天晚间我们看到台北县板桥相当不平静 只是在一间六百多坪的素食工厂呢 传出了有爆炸声响随即就起火燃烧 当时在厂房里头不但是堆放着瓦斯桶 第一时间没有断电所以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消防人员是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火势控制住了 无线电呼叫支援 消防人员忙着洒水灌旧 位于板桥的这间铁皮工厂陷入凶凶火海 停在门口的小货车烧到只剩支架 上百匹工厂全没了 工厂老板的女儿吓到说不出话 更恐怖的是火灾第一时间屋内还没完全断电 它的电源的切换柱是在 距离这边大概在将近三百公尺有的地方 所以大概拾了大概半个小时 把那个电源真是切断 还好灌旧一个多小时火势已经受到控制 屋主外出不在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只是大年初一自家厂房遭注容 素食工厂老板这个年大概不好过 中日新闻吴博弈台北特报道